当我们讲到成功的时候 还有一个人是值得我们思想的 那就是我们所跟随敬拜的主耶稣 主耶稣你觉得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吗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有提到 他说呢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却死在十字架上 这都是很悲惨的一种经历 但是你看到接下来经文说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是荣耀归于父神 在神的眼里 他却是一个成功的 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 腓立比书你看那个上下文 其实他是以耶稣基督的风范 来作为弟兄姐妹 来作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的一个典范 要成为我们的鼓励 而从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能够看到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在神的眼里 真正的成功 有时候看起来像一个彻底的失败一样 跟世人的看法很不一样 你今天看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人就是失败的人 而且是彻底的失败 但是他却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成了 他完成了主给他生命的托福 第二方面 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也在告诉我们 神不是按照我们的成绩 来赏赐和接纳我们的人 我们是完全靠着他在十字架上 所施的恩典被白白接纳的人 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 我们是要靠着他这个白白的恩典 去过在世上 他眼里看为成功的那种生活 有好的品格 享受在神给我们所定的 这个生命经历当中 善用上帝给我们的资源 去服侍那些身边最不起眼的人 然后持续不断地成长 忠心地坚守我们的信仰 直到建筑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